另外一句招,这两位日本人只被伊斯兰国威胁遭将斩首的大线过了一天 人只身死未捕 而其中这位人的人质,后腾进二在纽约的好友放下了法国 恐怖喜动,就是我是查理的声援活动 高举呢,我是进二这样的指牌号召网友及弃声援 而目前最新的消息指出 日本政府正透过中金人跟伊斯兰国来谈判 要求伊斯兰国把大线延起 伊斯兰国的72小时斩首大线已过了一天 两名日本人至如今生死未捕 日本政府和人质家属心急如焚 收手高举,我是健二标语 他是人质后腾健二的好友 仿秀法国恐喜,我是查理的声援活动 举牌剖照,号召网友集气,让后腾健二平安归来 引发了回响 而23号下午,日本推特上开始疯狂转载一则讯息 一名声称伊斯兰国民众表示伊斯兰国已经处决两名日本人质 但斯妍妍猜测恐怖分子的真正目的是借此打宣传战 日本禅经新闻指出,日本政府将引救人质的总部设在约旦的日本大使馆 透过中间人和伊斯兰国联络,希望伊斯兰国把大线延期 过去,附属金抢救人质,日本早有潜力 日本政府2004年花了大约5.3亿台币救出被绑的志工高远蔡惠子等三人 但同年,日本一名背包客也遭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 日向小泉除一郎拒绝撤回550名自卫队 最后这名背包客惨遭斩首,失手被丢在巴格达街头 这次人知事件如何落幕,日本政府正跟时间赛跑努力找答案 记者,会问正好报道